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比的话真有创意啊 阿比 你说你今年五岁 那十年后你会是几岁呢 五加十 等于十五 我十年后就十六岁了 现在上幼儿园 十年后你就要上中学了 妈妈 我希望可以坐空中巴士去学校 让你不用找找起来等巴士 这样我就会睡去的了 嗯 如果十年后的新加坡有空中巴士的话 那你就可以睡迟一点啦 耶 让我再考考你 新加坡就快要五十五岁了 那十年后的新加坡会是几岁呢 五十五加十 等于六十五岁 啊 六十五岁 新加坡就不要老了 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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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流 让小鱼儿和小海龟也安心地住在他们的家里 动物园里的动物会只有在地走动 我们可以坐在自动行走的车子里观看他们 嗯 阿比 除了不要乱丢垃圾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让二零三零年的新加坡更加美丽 更加强壮呢 妈妈 我希望 主屋楼上可以做很多蔬菜和水果 他们可以自动加水 我们可以欣赏美丽的花 还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 让一样好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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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这样 奇怪 我的一甲宝通通都不见的呢 阿比 你又偷拿我的一甲来玩 呵 看我不教理你 爸爸 救命啊 谢谢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